大家好 欢迎回到汪向编辑部的《笑声汪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我许杉仁一个人回来和大家聊天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要找找 话说早前有一节提到阅文安最近要搞音乐会 似乎炒了车 他打算搞个mini life的2024版本 本来说他好像找到地方还是怎样 现在就说不行了 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放负的人 希望大家今次接受他的放负的负面情绪 话说他想和大家说 说搞音乐会的决定之后 一出就被人疯狂地搞 他都很小心 很害怕被人说他煽动仇恨 就说我没犯法了拜托不要拉我了 现在这个乐坛小强就卖小强 就是要是扮惨 对不对 要博同情才会给他钱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你说听着节目的你已经爆粗了 怎么会给他呢 但真的有很多人给他 对不对 现在就他开始做一种 就叫做有图就有真相 就是如果有些跟他朋友 或者支持他的人 就会问可不可以拍摄你的样子 就说公开在Facebook 现在人的样子就不是遮遮掩掩 直接是看到的 但还是银发族 还是斜人 这就是一件事 他说自己就憑良心做事 就是说他经过了这20个月之后 真的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说得 什么是不说的 这个20个月的意思 就是代表他蹲监的时间 还有还押 他现在说到自己很怕 整件事复述回来的时候 会被人拉 又是卖小强 他意思就是说 希望最重要是 还想和大家一起留在香港 其实我也很想去解释一下 他老婆和小孩 飞去BNO做家 又是什么解救 为什么不回来找你团聚 他说我只不过是 回来后 想搞一个很单纯的音乐会 就和大家见面 唱歌 分享下蹲监的感受 没有受亨 没有煽动 单纯到不得了 之后他也立刻和政府 尝试申请的场地 知情人士跟他说 用你的名字 申请一定坏 一定不批 然后好不要紧 他就找公下 找到深水的场地 就立刻下定 开会搞制作 以我所知 公下搞这些表现 除非你是有牌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是合法场地 就真的不行 我不知道他找到有牌 还是那些黄店 真的有都不顶 他说说 搞搞下的时候 就收到地政方面的某些部门 他说的茶山 直接问 是不是租了给阮民安 他说 咦 这么离奇地址 就从来没公布过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的呢 都不知道是迷的 他又放了一些照片 又好像是 其实是否查他这件事 还是之前的食环 或者是地政署来查 他又放了一些照片 说是食环来查 老实说 如果你们黄店 假设一些 楼上的什么店 也好 有政府部门来看一看 检查一下 看一些东西 你之前拍下了一些照片 然后扮在这件事 行不行 这些东西 一定有得出卖 是不是 他说 就什么都查 逐样查 只要有任何一件事 不达标 就会停止他们的演出进行 怎么才是不达标呢 他说 今时今日 一张灯 一个街转 只要他们看不顺眼 就已经可以说不达标 规矩就从来由他们订 他计算了 如果一会所有东西都弄好了 当日被杀停 虚钱也算了 他说到大家好像有什么危险 那我就想想想 会不会上来拘捕人 会不会拘捕你们 不会这样 是吧 不要拘捕你坐牢 听阅文安那些 在唱烂鬼歌 然后说 哎呀 如果大家有危险的话 那我担当不起 那不如不要拼了 改期 改地方 当然了 下定了就拿不回 他就 唯有Plan B 他说有个新地方 那么急都肯考虑租给他 哇 真是很有意气 这些皇友 但是呢 因为那个场地 还没正式开张 纯粹是支持他 只要确保那场没有事 就可以了 继续都是不公开的地址 即是呢 他较了前 又说搞什么音乐会 又叫人whatsapp 他又说给钱 是神秘 到时会通知你的地址 还是怎样 究竟是否有人督灰 是否有人做燕仔 臥底 这个不知道了 我又说到是神秘 登记会员制才入场 以保安全 谁知道 而此的场地 地址 再在活动前两天 被公开 他就说 不知道 为何今次更疯了 一大堆 不知道是否五毛 又email给各个部门 又出post 去偷影他们的场地 然后就说相关部门又再插手 过了两天 又有不同的政府部门 就来拜访他们的场地 食环 记者 牌照部 执法部门 都来拜访 如果你走得正 站得正 我觉得就没什么大问题 他说 很大的滋扰和压力 他说甚至乎 有些牌照部门 在场地里跟别人说 如果给mini live的活动进行的话 他说他们之前在申请的牌照 就不会批 哇 有没有说到这么黑暗 这么夸张 对不对 唯有再低调地退场 他说不搞 一次两次三次 都不行 每次都不行 当时他说 距离30号 他的音乐会 就剩下两天 他说觉得身心灵都很紧张 然后又说自己是什么失声 又说什么打电话去沙嵩 又这样那样 然后Plan C是怎么 他说很疯 最后打算换在餐厅唱几句 啊 殊不知8点3已经有食环来到 说他们搞活动 要拿牌 对啊 真的啊 你搞娱乐表演活动 还要收钱 要拿牌 喂不拘捕你 就算幸好 What 就是客人来吃东西 刚刚又有咪 就有歌 又唱歌 不行啊 那也叫活动 喂大佬阮文安 你有收人钱 你假装有咪 就拿起来唱两句给你听 每晚都有餐厅做这件事 全部都要拿牌 OK 还是针对他 这个很明显是礼横折曲 就是用回王司 最拿手的那些 什么和理shop 和理lunch 明明是出来搞事的 但就说自己出来逛街 说自己出来吃lunch 但就出来搞非法集结 不如和理非吧 你们没买机票 也不是去接机 请问你去机场干什么 和理非 你帮人渣敗类 死性不改就是这样 结果在8点半的时候 助手和餐厅经理都被带走落口供 搞到凌晨4点才放行 接着有两个员工 又带走落口供 原来说去到没几天前 餐厅老板被告违规 要落口供和罚钱 是的 这个是对的 你不可以说 这么巧有咪在唱 你自己害了人就不关人事 不可以在街上 你不可以在街上 等于你看到有些钱 你撿了 你为什么老不实为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跌 我都不记得了 可以这样 所以没办法 之前收钱搞音乐会 原来是还没搞成 他还在假装 说到自己快要离开香港 不是离开这个世上 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定要离开 虽然不舍得 但是真的不再有留下的空间 承认今次处理得不好 就是之前给了钱 他那些人说要买票 听他的音乐会 原来就没得去 他现在就包了整个故事 喂大哥 究竟有多少人给了钱 你之前买票 说要听你的音乐会 就是说到自己有场地去唱 原来那些场地 如果你是合法 是没有理由 会令你不能唱 这个很明显是说谎 你接着就轮落到要去餐厅唱 这些餐厅唱这些 是要有娱乐牌 我记得就 详细的名字 我一时之间就没有拿起手 他说 刚刚过了的30和31号 就没办法再搞实体show 所以就转网上做 他说其实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道具 灯光 片 衣服 dance 音乐 所有年轻的工作人员 甚至乎一次又一次 撻订取消 我们都损失惨重 即是不断 乐坛小强卖小强 这些蟑螂就是做了这些 小强 我们的相依为命 你不要死 那现在呢 你就收了别人这么多 哇 300元 听你的网上live 哇 都考贵贵 那当然啦 如果他说到这么惨的话 你之前给了那些 都不好意思 问他拿回 是不是 小强 都脱了一条 脚就少了两只 左边少了一只 右边少了一只 在爬下爬下 这样 他现在跟你说很惨 周身伤痕 又哪一个又搞到 被人告又罚钱 又说损失惨状 就是想人不要追他拿回钱 什么时候踢爆他呢 哈哈 原来是骗人的 你没有搞错 现在就再说 说在2月29日 会有一个三小时的网上live 我不知道他这个还有没有现场 还是怎样 似乎纯粹网上 他说WhatsApp给员工 就说在演出前的三天 便会收到网上演唱会的直接连结 到时就不用再给钱了 我想他现在去到网上版 没有得再走资了吧 他说大概演出时间三小时 现在博同情 希望大家再来听他 因为那也是有趣的 之前乐坛小强的人 他们觉得他会受到打压 受到很多迫迫 觉得害他就不用本 迫他这一样也是意料之内的事 说到这个极权 连他放牢之后都好像满布危机 随时就会拉他 他们傻的真是这样傻下去 现在他很懂得玩 他会继续卖黄 他用紧如那些仍是顾念黄蓝的问题 他会继续去酷这一帮人 最后的就是这一帮人会支持他 唯有酷这些最傻的 因为他也有拍的 有时候有些人好像还支持他 有什么银发族 又说来看他 又说给了钱他 利是 怎么也好 今节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信不信这个岳谈小强 一定是不信的 案底雷雷这些人 神经病 今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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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